看过阿拉伯德劳伦斯的观众 一听到这段音乐 可能会被瞬间带回那片干净的沙漠 作为影史上最伟大的史诗电影之一 阿拉伯德劳伦斯 可以说是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演绎到了极致 马龙白兰杜、阿兰迪龙 都曾是男一男二的候选对象 可他为李恩却有心挖掘出了 培德奥托尔和奥马沙利夫 这两位新人演员 于是 2003年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与威尼斯终身成就奖 都有了归宿 这是一部有生之年有机会 一定要在电影院里看一次的电影 因为只有在大荧幕上 你才能最好的领略 那广大的阿拉伯土地上 劳伦斯对自我探寻的挣扎与执着 今天 斯尼玛拉松想带大家主场剖析 阿拉伯劳伦斯中 揭示劳伦斯复杂人物性格的关键段落 看看大卫里恩是如何运用构图 节奏表演 带我们慢慢走进 劳伦斯的内心世界的 视频开始前 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阿拉伯劳伦斯的故事发生在1916年 一战爆发以后 德国盟友土耳其统治着阿拉伯半岛 麦加的哈希姆家族发动起义战争 想要争取阿拉伯人的独立 可这个地区的各个部族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一盘散沙 毫无距离 为了牵制土耳其 同时也为了将阿拉伯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 英国军方派遣了多名英国军官 前往阿拉伯协助起义 陆军情报军官托马斯·埃德华·劳伦斯 正是其中一员 可到了阿拉伯之后 他擅自为被英军想要削弱阿拉伯部落兵力 控制住阿拉伯部落的愿望 自作主张带领哈里苏部族突击队穿过沙漠 想要真正地让阿拉伯独立 创一番属于他自己的事业 结果战后 英国和阿拉伯双方的政治家 都在独立这件事情上展开了妥协 而想奋力争取阿拉伯独立的劳伦斯 也被看作是这场协商的绊脚石 在被利用之后被无情地移除了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莫菲写道 尽管劳伦斯只是英法援军众的将领之一 但历史学界 往往将英国援助阿拉伯起义 修足托马斯·埃德华·劳伦斯一人的视野 由此可见 劳伦斯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 甚至希特勒也曾公开表示 自己对于劳伦斯的赞赏与钦佩 二战开始前 英德交恶 英国政府外交部官员 曾考虑让劳伦斯与希特勒会面 认为他是唯一能够胜任 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人 然而 劳伦斯却在这场会面 可以发生之前的一个清晨 在骑摩托去邮局发电报的途中 为了躲避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 是去控制 头部受伤 六天后去世了 影片正是从这场巧合到 令人生疑的车祸 和他的葬礼开始 回忆劳伦斯奋战的一生 回忆中的劳伦斯第一次出场 是在他绘制情报地图的地下室 站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中 而正因为他对阿拉伯的了解 开罗情报局的政治家德莱顿 决定将劳伦斯送往阿拉伯部落 与土耳其帝国交战的前线 去弄清楚 阿拉伯起义的领导者 菲萨尔王子 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仪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菲萨尔王子时 菲萨尔王子刚好遭遇了 土耳其空军的突袭 而劳伦斯见到了这么落魄的菲萨尔 眼神里也是充满了同情 但是 在见到菲萨尔王子前 已经跟随菲萨尔王子多时的 英国军事顾问 畅小普莱顿 就提醒劳伦斯 少说话 因此 见到菲萨尔时 他也只能是看看不说话 而在次日晚生的驻扎营地里 普莱顿再三地跟菲萨尔王子强调 他们一定要向杨波撤队 因为在那里 英军才能保护他们 给他们物资 可在城的劳伦斯 菲萨尔和菲萨尔 会期的阿里酋长都心知肚明 阿拉伯部族撤退的杨波 就彻底被英军给控制住了 菲萨尔希望英军可以出动海军 抢夺离大马什格更近的领海城市 阿加巴 从那里通过雪陆支持他们 可这样会让阿拉伯部族过于强大 以至于日后不好收治 因此 普莱顿借口英国海军 有更重要的任务 似乎也不肯松口 劳伦斯对于普莱顿这种明显的对菲萨尔王子的控制 非常的不满 他三番四次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都被普莱顿强行打压了 可菲萨尔却非常希望 这名新来的英国军官可以打破目前的局面 之后 菲萨尔王子悄悄把别人都支走 唯独让劳伦斯留了下来 两个人进行了一场 关于英军真实目的 阿拉伯未来前途的 更坦诚的对话 在菲萨尔支走其他人之前的这段对话中 帐篷内五位演员的座位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谨 最左边 背对着镜头的老人 诵读之古兰经 他没有面孔 象征着阿拉伯 最成真的文化与信仰 作为这片土地的精神性存在 笼罩着这一整段对话 接着 想要控制阿拉伯的普莱顿 渴望真正掌控局面 却不能的菲萨尔王子 两人已在构图中所处的位置 形成鲜明的对立 劳伦斯处于最靠近中心的位置 所以可见 虽然这场戏的主要冲突 发生在普莱顿和菲萨尔之间 但是 不断左右观察与介入的是劳伦斯 他仍旧是这场戏的中心角色 而在劳伦斯与普莱顿之间 又作者菲萨尔这一方的阿里球掌 向普莱顿与劳伦斯隔离开了 虽然他们二人都身穿了英国军装 但立场却不尽相同 画面中的空白区域 又以三只蜡烛 形成了一个三角过途 从空间上 又锐化了这场戏的冲突感 而祝货不停地摇动 又给这场 主要以坐姿为主的对话戏 带来了恰到好处的不稳定感 这种不稳定感 在费萨尔支走其余三人后 开始加强与蔓延 两人的私人对话一开始 风便变大了 朱火摇曳得更厉害 劳伦斯内心的争斗变得更厉害 终于国家 还是终于自己的选择 被风吹得吱吱压压响的柱子 劳伦斯身后左右摇晃的帐篷 都在将他内心的争斗视对话 最后 费萨尔王子对劳伦斯说 一阵巨大的风声转过 费萨尔做了一个质疑的手势 而劳伦斯似乎以整个身体 接过了这个示意 将两个角色的灵魂 一瞬间连接在了一起 除了帐篷的劳伦斯 身体微微前倾 角度与身旁的三根柱子 完全一致 似乎一种巨大的使命感 正在压迫着他 帐篷内费萨尔的视线 往下一沉 镜头切换到劳伦斯 在沙漠中留下的足迹 镜头再上摇 进入在沙漠夜色微风中 漫步的劳伦斯 在一夜沉思后 劳伦斯提出了 连生长在沙漠中的人 听了都害怕的建议 英国不提供海军 他们就应该走陆路 穿过内服的沙漠 凸袭阿加巴 被束缚的菲萨尔王子 允许劳伦斯带着阿里酋长 和他旗下的武师人 向阿加巴进发 出发时 劳伦斯神采奕奕 他即将要创造出一个 无论能够做到的奇迹 而他一个英国人 究竟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 如此的有热情 我们一无所知 此时 我们还是在外部 观察着一个角色 接下来 就是这支小部队 朝着阿加巴的日夜间程 漫长跋涉 而这段跋涉中 戴卫里恩 反复地使用大远景 加上叠画 让你感受到这场旅程的 无锈无止的折磨与绝望 但同时 又因为他与摄影师的 精心的玄境 加上配偶的恢弘与起伏 适当且均匀的停歇 以及停歇处 迫着殷实幽默的对话 又不会让你觉得 太过于无趣 最终 他们好不容易穿过了 那幅德沙漠最大的难关 劳伦斯却突然发现 有一个人掉队了 一个人在沙漠里走失 基本上就是被上天判了死刑 阿里觉得 没有必要再追究 那个人的踪迹了 可劳伦斯不听劝阻 他一定要独自返程 把那名士兵带回来 劳伦斯固执地返程了 阿里愤怒地对他喊叫 英国 英国 可是喊的不是他的名字 在阿里眼中 他还只不过是一个英国人 他没有姓名 最后 劳伦斯成功救下了大哥 向阿里证明了自己 言必出 行必过 也赢得了阿里对他的尊重 那晚在篝火旁 阿里和劳伦斯 终于有了一次 彼此对等的谈话 开场白 阿里没有再叫劳伦斯 英国人 而是叫他 阿里询问劳伦斯 他的父亲 是不是也是一位劳伦斯 而这时 劳伦斯向阿里剖白 自己是一名私生子 因此 他没有真正的信誓 说完 劳伦斯翻身睡去 背对着阿里的劳伦斯 脆弱得 就像是一个心生的孩子 阿里望着劳伦斯 眼神里 充满着怜悯与爱惜 他拿起劳伦斯的英国军服 把他们 都丢进了身旁的篝火中 此日 他给了劳伦斯 一身金丝柳白的长袍 到这儿 阿里的劳伦斯 真正的诞生了 我们也真正的从外部 走进了这位角色的内心 他是一个生来没有信实 没有归属的人 他出场时 穿了这一身英国军服 服装师 也是特地找来了一件 与演员特别不合身的衣服 让演员一亮相 你就感觉到 这衣服都不合身 它不属于此地 而劳伦斯 从那间无人问津的地下室 走出来后 在大厅里 与其他军官对话 也是一转身 就撞了小桌子 这个小设计 也是让你很明显地感觉到 它不适应 它所处的这个空间 而从一开始 火焰的元素 便与劳伦斯的历程 紧紧相连 他从一出场 这个同时表演这个 徒手捏火柴的把戏 劳伦斯享受了 承受痛苦的过程 而这样一种性格 也推出他一步一步向前 最终让劳伦斯 通过阿里的手 烧掉了过去的自我 获得了新的身份 得到这身新衣服的劳伦斯 独自跑到了山谷的另一边 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而这场戏得已出现 也是导演演员之间的神来之笔 然后李恩找到了这一片 对山谷为之的私密空间 指着他对彼得说 这就是你的舞台 你随便演吧 这一件事 我当时在拍摄的 我认为一个年轻人 会想要看自己 我刚刚走过相机 我突然发现 我有一大小刀 我把刀拿出 我能看到自己 我刚才做了 我听到相机的 很聪明 以至于到影片的后半程 劳伦斯在对自我的追寻中 彻底迷失后 李恩也特地为劳伦斯 安排了这样一个动作 让他们形成了呼应 演员与导演彼此的信任 两个人对于角色的信念感 能够达到如此契合的程度 我相信 他们都在彼此身上 看到了劳伦斯的影子 也看到了彼此的影子 这场戏后 劳伦斯便犹知他那股 想要痛苦忍受痛苦 成就自我的信念 引领他 在阿拉伯独立的事业上 狂奔而去 而他如此挚爱 这一片干净的沙漠 也是因为 在这样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他才能真正地 尽造出一个最纯粹的自我 可是 每当他取得一次胜利时 他都会失去生命中 更重要的一部分 到最后 这样的自我 又不断面临着破碎的危机 阿拉伯独立的魅力 可能我们做十个视频也说不完 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们讨论 大卫里恩的史诗三部曲 还有《桂河大乔与日瓦克医生》 每一部都带着理想主义者 在现实世界中 缠斗的苍凉 如果你想听我们继续解析 大卫里恩的作品 在弹幕里 扣个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了收藏 点赞 投币 转发 跟我们来哥大大的四连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